2019年重启运作的全国文旦策略联盟 不论是产控加工、内外销或是休闲文化教育 五大面向的推动成果都相当亮眼 要居全国14个产策联盟之首 那么文旦又策略联盟呢 也积极的建立产业自治自主 让这个台湾的文旦又产业能够健全发展 文旦策略联盟从2019年重启运作至今三年左右 文旦产销组织运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也成为了农粮署今天限地方式的焦点 它看得到是整个生产到加工到行销 它是整个平均 还有分属的执行 还有改善厂协助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我也跟自己说 从起后的全国文旦策略联盟 有农粮所农该厂在生产与加工技术 等层面上提供协助 全国北中南东文旦又产区农会 透过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模式 强健联盟的运作 三叉戟锁定国内外产销与加工 推动提升台湾文旦又的产业 对所以这边文旦跟台南麻豆 已经可以定家齐区 其实这个也是台南麻豆本来在文旦 就已经是一个领先的品牌 那瑞税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拥有 这个非常用心的照顾 其实品质都是好 我说共好才是我们策略 我们要推动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不管总招是在东部或西部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希望台湾的文旦产业 可以发展得更好 全台总共有14个产业策略联盟设立 重启运作的台湾文旦策略联盟表现不俗 房市团委员对联盟未来发展及文旦又产销方针提出建议 农粮署进行全台文旦又产区现地房市行程 台湾文旦策略联盟总招台南马斗农会总干事孙慈敏 执行长瑞税乡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以及内销组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聪汉等主要干部全员到齐 面对即将到来的文旦又产绩 全国文旦策略联盟也都上井八条 五大组别各司其职 统合运作 辅导各区产业自主自治 达造文旦产业最大效益 金牌文旦 水啊 记者十一遇蓝瑞税采访报道